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宇彤 在今年第二集的《中共中國紀檢監室》雜誌中 有一篇文章大發中共的亡黨警告 文中說古往今來世界上的大國崩潰或者衰敗 其中一個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權威喪失 國家無法集中統一 這篇名為《黨在革命性段》中更堅強的文章 《明治莊》雖然又是斷阻,又是堅強 然而文章的內容卻大大相反 不單止大發亡黨警告 而且還曝光出中共官場上很多黑幕 《中國紀檢監室》雜誌 是中紀委監室博主管的一份中央級機關的行文 當中紀委發出上述的崩潰警告時 雖然我們並不認同他說的 是由於什麼中央權威喪失 國家無法集中統一 但是足以說明中共當局現在正面臨的巨大內部危機 接下來的這些內容 會讓你了解到 在中共官場之上 大批中共官員和他們的總書記 習近平已經細糖水果了 文章提到必須直面的是 由於一度出現管黨不力、治黨不業問題 無視黨中央權威的現象 在少數黨員幹部甚至領導幹部身上不同程度存在 個別還很嚴重 有些立場不穩、喪失原則 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搖擺、態度曖昧 沒有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有的自以為是、口無遮難 在重大政治問題上 公開發表與黨中央證實相違背的意見 對黨中央大政方針說三道四 有的由靈不衡、有禁不止 對黨中央決擇部署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 致使黨中央決擇部署 在貫徹執行中變形走樣、落不到地 有些野心膀胀、缺肉分心 甚至名女暗女與黨中央對著槓 陳陳天幕遮蔽恨的中共官場 因為這段話罕見地露出了冰山一個 占下來讓我們為大家做一個解讀 由於一度出現管黨不力、自黨不嚴 這裏缺少了一個主語 是誰管黨不力、是誰自黨不嚴呢? 顯然不可能是中央的普通黨員 只能是習近平之前的這幾個中共黨魁 究竟自己是誰呢? 顯示最大的可能就是江澤民 眾所周知,江澤民把控中共政壇幾十年 讓胡錦濤正令不出中南海 這是公認的事實 因此,習近平掌控下的中紀委 雖然沒有點名 但在這裏可以說是明確指向了江澤民 當然現在不點名 是因為習近平認為自己還不成熟 其實我們分析習近平和江澤民之間的矛盾 從習近平十年前繼任中共總書記的那一天開始 就已經出語不可調和之勢了 因為習近平將自己當作邵東家 而江澤民還想繼續當太上王 但在習近平這樣的紅二代眼淚 江澤民也好,胡錦濤也好 只不過是中共的一個高級打官仔 因此,習近平目睹了胡錦濤被江澤民白搬勒制 必然會下定決心要徹底把權力從江澤民手中奪回來 這就造成了早在十年之前 習近平和江澤民之間的水果姿勢已經形成了 接下來了,再讓我們繼續看下中紀委的這篇文章 文章說,無視黨中央權位的現象 在少數黨員、幹部甚至領導幹部身上 不同程度存在,個別還很嚴重 中紀委不好直說,這些官員無視的是習近平 因此他們便使用中共的黨文化黑話 說是無視黨中央權位,這裏暴露出了 中共黨內現在反習的勢力還大有人在 說到這裏,很多人可能很高興 我們需要提醒一下,這些反對習近平的人 並不是為了什麼民主、自由、人權 而主要是因為習近平擋住了他們的財路 試想一下,這麽多年來 他們在江澤民換聲發大創的親身示範下 拼命獲取國家財富,貪得是不亦樂苦 結果突然來了一個習近平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 總之習近平不允許他們貪腐了 他們願意嗎?當然是不願意 他們反對習近平也好 無視習近平也好,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中共內部的鬥爭雖然是非常激烈 但是出於中共的黑道磅規 他們對外還是要表現出所謂的團結 因此在人民日報那樣的喉舌媒體上 是看不到這些內幕的 中紀委之所以現在將曝光出來 同樣不是為了老百姓 而是因為中共已經在內憂愛患中 到了生死之地 用這篇文章開頭的話說 就是免立著崩潰或者衰敗 我們再看文章下面所說的 有些立場不穩、爽失原則 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搖擺、態度曖昧 沒有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有些自以為是、口無遮難 在重大政治問題上 公開發表與黨中央精神相違背的意見 對黨中央大政方針說三道四 在中共的政治當中 什麼叫做大是大非 就是分成誰是真正的老弟 跟對老弟 這個才是他們認為的大是大非 抑制中共官場上經常說的站隊問題 相對於這個問題 什麼貪腐、包養情婦、熟職 在中共黨魁看來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中紀偉這段話等於是曝光了黨內的人 屬於騎場派、長頭草、隨風島 對習近平和他的政敵在兩邊都不得罪 換句話說 他們隨時準備著習近平倒台 估計這樣的官員在中共官場上 佔有相當的比例 因此當中紀委曝光出這些信息時 《人民日報》上天天高壞著 維護習近平的黨中央領導 天天將習近平捧為什麼舵手 領袖的這些中共馬屁官員們 他們的真面目就被鐵開了 《人民日報》再點音騙人也無用了 這樣接下來就更有意思了 中紀委的這篇文章 似乎將矛頭指向中共總理李克強這樣的人 文章說到 有些自以為是 口無遮辣 在重大政治問題上 公開發表和黨中央精神相違背的意見 對黨中央大政方針說三道四 估計很多人看了這電話 會馬上臨起一件事 2020年5月份 李克強在中共兩會上曝光說 中國有六億人 每個月收入也就是一千元 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不單獨包了中共出足的觀感譜 關鍵是讓習近平心敢勒坎 其實李克強這樣的事情 做了可不是一次 當然李克強這樣做主要為阻擋我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共內鬥中 中紀委在去年不斷點黃明的名字 很多人想不出黃明究竟是指誰 去年的6月24日 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發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四個服從的由例 再提中共思想 涉及黃明、張國濤的路線鬥爭 向中共全體黨員高艾四個服從 19300年10月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 毛澤東提出所謂的個人服從組織 少數服從多數 下級服從上級 全黨服從中央 也就是中共四個服從的幫規 中紀委在去年的文章中 詳細列舉了黃明的所謂罪狀 批評黃明在1937年任長江國書記期間 在武漢,黃明另搞一套不單不執行中央指示 還多次未經中央同意 才發表中央決議和會議意見 聯想到這裏,似乎給人一種感覺 中紀委批黃明擅自發表言論 似乎暗指李克強 不理是誰 中紀委不管將誰比作黃明 首先這個人絕對是中共高層 而且這個意味著黨內的路線鬥爭 中紀委在文中仲說 有些有靈不幸有禁不止 對當中央決擇部署打折扣 做選擇搞變空 致使當中央決擇部署 在貫徹執行中變形走樣 落不到地 老實說,很多人在進入中共官場之前 也曾經非常純樸勤肯 但是由於中共這個體制 很多人為了能夠在中共的官場上生存 為了能夠獲得勝遷 因此逐漸在中共影響淘汰的體制下 一步步變得圓滑細故 甚至滿腦子古惑思想 結果他們現在用這種古惑 開始對付中共現在的總書記 這一切既似是一幕幻契劇 又觸人心思 隨後中紀委說的這段話 等於證實了外界對孫寧棍底人行似的傳聞 有些野心膨脹、權辱分心 甚至名女暗女同黨中央對著槓 在中共的這個黑話系統中 野心膨脹並不是指的 什麼副部級官員 上升性正部級 或者是什麼副國級 野心膨脹、權辱分心 在中共的黑話中 意味著三位謀反的代名詞 就好像他們經常說的 散黨奪權一樣 而這句名女暗女同黨中央對著槓 這裏的什麼黨中央 其實就是指習近平 暗女同習近平對著槓 再加上野心膨脹 那行刺 不就是呼之欲出了嗎? 文章中還引用了習近平一段說話 真實地表露出了 一位中共總書記的 招著心態 他說 如果變成了一個自由散漫 派系臨立的俱樂部 變成了一個爭權奪勢 勾心鬥角的權力場 就會喪失創作力、凝聚力、戰鬥力 就會喪失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 這些話為人們準確地描繪出了一幅 中共官場的真實場景 就是一個自由散漫 派系臨立的俱樂部 一個爭權奪勢 勾心鬥角的權力場 這完全符合外界對於中共官場的普遍看法 這次連習近平也發出了喪失正義的警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這個頻道 請你幫我們點個讚、分享 也歡迎新來的朋友們 點擊、訂閱、按鈕 並打開邊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精彩視頻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你的收看 再會 對 我真的會拍照 тип 小鈴鐺 以合你 按鈕 ente 金 普遍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